根据加州政府周二公布的一项审计报告 由于系统错误 从2014到17年 加州医疗保险服务Medical 向不符合资格的居民 错误地支付了40亿美元的保险单 报告发现 有45万3000个从Medical收益的加州人 在州府的系统中显示是符合资格的 但在地方线署机构的数据中 化为不合格的申请者 这些受益者有的可能已经死亡 搬迁或者随着收入的增加 已经不符合申领资格 为此加州健康服务部在四年间 多耗资40亿美元拨款 给了Medical计划 以及提供相应医疗服务的医生 其中一个例子是洛杉矶线一位居民 于2013年12月去世 但州府依然继续打钱 到该Medical受益者的医疗辅助账号 直到2018年8月才截止 仅此一人 加州政府就错误拨发38万3000美元 数据显示Medical医疗保险项目 覆盖加州1310万人 约占加州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按规定个人年收入 需低于16754美元的 才有资格申请 目前加州健康服务部 正试图改进申领系统 以及追回错发的拨款 新唐记者林肖然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在我们的 Perry